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到最后还是协调的非常好 最后人面也出了 戏也拍了 倒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结局 对 所以就是后来我也把微博上面删掉 我觉得大家解决的都非常好 以理解为止 顺利处理了演员的档期问题 作为新进制片人的韩雪依旧每天要面对各种突发状况 面对媒体 韩雪也是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倒 最近一段时间 一般都是睡两到三个小时 最多能睡五个小时 特别累 第一 我们戏不设监制 每天要去看回放 就是要去看每天拍摄的素材 第二是当天如果有突发的问题 还要去解决问题 还得等 基本上等大家收工了 或者开个会 还要顾着自己看看剧本演戏 老累了 此前就有知情人士通过微博曝光了此次拍摄淑女之家的豪宅片场 并透露这就是韩雪自己的豪宅 价值3.5亿 并打算用作婚房 对此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向韩雪求证了这一消息 其实是那个是偷换了一个概念 其实大家不太了解 我们这个戏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内景刚刚做记者会的那个时代玉湖是我们全部取的那个房间的景 在常态大家会看到客厅 廊道 外观 餐厅是拼起来的 因为一个房子 你别说3.5个亿 你5个亿你都未必能拼出一个这么大豪宅的感觉 而且就是其实那个房子是跟我家的装修风格特别像 才选在那儿 但那个肯定不是我家 我一定会把我家藏得特别好 不会让你们拍到的 你这家事比较还大上去 肯定没这儿大 也是别墅吧 但是就还是有点差距了 差不多 聪伙吧